youtuber爱丽莎莎经常透过社群分享生活 以及和粉丝网友们互动 先前她曾分享自己在银行目睹一名男子 对柜台人员进行语言性骚扰 没想到日前她再次遇到变态 成为性骚扰受害者 爱丽莎莎通过现实动态发文 透露当天自己走在公园里 突然有一名男子朝她的方向走过来 似乎要刻意撞上她 她闪躲后对方还是继续向她冲来 还借故说是看小鸟要抓鸟而已 爱丽莎莎马上转换方向 准备离开现场 该名男子仍执意要往她身上撞 她只好拿出手机威胁对方要报警 该名男子才终于离开 这段诡异的经历也让她忍不住在文中爆粗直哭 遇到的变态已经多到 可以收集新北变态图鉴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